江比亚当选总统巴罗在星期四表示 由于江比亚现任领导人贾梅拒绝下台 他的就职仪式将会在邻国 错来加以的江比亚大使馆内举行 巴罗在推特上发表上述声明 午夜一个他又发布推文宣布 贾梅的总统任期正式结束 巴罗说江比亚的新时代终于来到了 就职仪式原定在星期四 在江比亚首都班珠议事举行 巴罗去年12月1日赢得到江比亚大选 但现任总统贾梅誓言要永远统治江比亚 贾梅最初接受选举结果 但其后又称投票中可能有舞弊 改变了立场 江比亚的西非邻国整理帮助滑船这个局面 毛利塔尼亚总统阿齐之与贾梅举行会谈之后 在星期三晚上 一同到塞内加尔和巴罗会晤 阿齐之对传媒表示 他与贾梅巴罗会谈之后 对和平解决危机的前途不是那么悲观 来自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军队 目前集结在塞内加尔江比亚边界上 如果贾梅仍然拒绝放弃权力 军队准备随时进入江比亚 我来自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军队 我来自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军队 我来自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军队